古想起浪漫的萨克斯 冰克仔反应过来 这小两口到底想要做什么 为了不打扰他们 大伙都不约而同地离开了大厅 这是电影《荒蛮故事》中的最后一个故事 剧情可谓一波三折 结局非常狗血 以荒诞方式和解的情侣 似乎在生活中 多少也能见到几对 在你身边 还发生过哪些狗血的事情呢 记得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 和我们一起分享 这里是小声电影 我是小麦 下期栏目不见不散